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做一款双梅猪手 我们首先准备几颗老双梅 做成双梅酱 来 这些双梅去除这个梅盒 把这些双梅剁成泥 这个就是双梅酱 来 我们倒入番茄酱 大约倒入两勺番茄酱 然后双梅酱 一桶下进去 然后放入三勺红砂糖 开小火 倒入少许的鸡汤 放入几片酒制橙皮 增加它的复合香味 来 试一下它的味道 还比较酸 再放入两勺砂糖 好了 它的酸甜味现在已经调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超过水的猪脚放进去 给它慢慢熬煮 打入一勺的离锦剂旧庄蚝油 加上适量的清水 以猪脚持平 我们再放入一粒八角 三片香叶 再放入一小片姜 盖上去 看这个猪脚有没有熟呢 可以就拿一个筷子 剁它这里 能轻松插穿就可以了 双煤猪手 制作完成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